今天要讲那个6.5节哦 Tragometric Substitution就是代案了 三脚代案哦 三脚代案哦 这个 三脚代案呢是针对那个 那个基分体呢有开放的啦 这个开放的更好的啦 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 好 好 来哦 我们是针对这种case的积分啊 就是 你基分体里面有根号 这个常数的平方减掉变数的平方 这边的s是变数 x的位置是变数 那abc是常数 好 那你能写成a平方减掉bx加c的括号平方 你会发觉这个最高次是b平方s平方 所以这边是正的 也就是说当你的根号里面呢 你如果s平方的系数是负的话 那你一定可以用配方 把它写成a平方减掉bx加c的括号平方 对不对 好 根 根号里面啦 如果是有一个s平方向的话 你一定可以写这样子 当他的s平方向的系数是负的话 可以吧 这国中数学教的嘛 配方法 好那怎么定呢 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根号拿掉啦 所以我们就定a倍 有一个a倍嘛 所以a倍 啊再来你就想什么的平方 减掉什么的平方 会等于什么的平方 那e减掉 你这边a当然也可以提出来 所以是1减掉什么的平方 会等于什么的平方 那你发现呢 就是1减3平方嘛 就等于cos平方 或者是1减掉cos平方 就等于3平方 所以你就可以令 这个bx加c等于a倍的3c打 这个位置 就是令他等于a倍的3c打 好 那你的根号的位置呢 你整个根号a平方 减掉bx加c的括号平方 你就可以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 a平方a平方 就提出一个a出来 这边a是正的 那1减掉3平方是cos平方 开根号出来是cos性的 那这边出来呢 当然也是加绝对值 那我们现在全部考虑在第一向线 就好好不好 就是它的位置是正的 像cos出来是cos的话 就1要向线 不是1 4向线 好不好 这样可以吧 全部考虑正的啦 好 好 那你的尾分这个dx呢 你就两边尾分 两边尾分 那两边尾分的话 你这个bx的原因是b的dx 那s的位置当然可以带掉 一下一下就可以带掉了 所以整个就变成三角函数的积分 那三角函数的积分 我们就回到那个前面那个三角函数的那个积分法 好 来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来 举个例子 好 但 但我们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sine 令它等于sine c打的话 你会觉得它是sine c打的话 是a 你的bx加c是a倍的sine c打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sine c打可以写成a分之bx加c 因为那个三角函数是比例关系 有没有问题 你看一下嘛 因为你是令bx加c点a倍的sine c打 所以sine c打是把a除下来 所以就变成a分之bx加c 那你就可以把斜边当a 那对边当bx加c 可以吧 所以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一个分析式 那你的这边的话就变成斜边的平方减掉 这个对边的平方就是0边的 开更 好 好我们看立体一 立体一的话呢 你看一下分母 分母的话 你这边是根号 而且是一个平方向 你就 怎么令 你这边9的话是3的平方嘛 所以你可以令s等于3倍的sine c打 好不好 来 所以我们解它 好 好 好 第一个另外有问题 另s等于3倍的sine c打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根号的位置 9-s平方就变成是 根号的9减掉这个是3倍的sine c打 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直接做了 3平方 3平方 提出来是3 那里面就变成根号的 1-sine的平方sine c打 你的底s的话 就变成3倍的sine c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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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sine c 18 原一次就变成 4-sine c打 4-sine c打 p� letzt 这边就是3倍的sine c打 那 4-sine c打 要刮平方 Ds的话是三倍的cosθ Dθ 可以吧 考试的话你做代换的话 你代换过来到这边 全部把它转换成θ的时候 你就有分数了 就可能有一半分数了 好 之后我们把三倍消掉 cosθ消掉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成是 九倍的sine的平方θ 最大了 这边九倍的sine的平方θ dθ 对不对 来三平方怎么机会 三平方 三平方 三平方要怎么机会 就二倍角公式代换嘛 所以等于九提出来 那里面就变成二分之 对不对 一减掉cosθ 可以吧 这是sine的部分 好 好 九提出来 第一个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这是常数的积分 所以是二分之7 四分之一 好 这边呢 cos2θ 给两倍除以二 所以是四分之一的 减掉 四分之一 那再来是cos2θ 当u来看 cosu.u cos的积分是多少 sine嘛 所以就等于sine的 osθ 加个常数c 可以吧 来到这边的话 再加三分 还有两分 两分怎么得到呢 所以你要把sθ 翻译回来 因为一开始给你的函数是x 那最后你要回到s 好不好 怎么代换呢 因为我还觉得你的sine c 打是等于sine c 打是三分之s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怎么样 假如这边是c打的话 三分之s 所以斜边是3 对边可以假设x 这是sine c打 就是三分之s 对不对 所以你的零边的话 就是根号的 3的平方是9 减掉s的平方 开根号 就是你的零边 所以你发觉cos就可以得到了 好不好 cos就可以得到 有问题 可以吧 那问题是你不能把那个 你这个要转换成sine c打 所以你sine c打 是两倍的sine c打 骨酸 c打 对不对 好 那你c打怎么办呢 c打的话 我们知道sine c打 是等于三分之s 那c打当然就是x3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 2分之9的x3的 把2提出来 乘开就对了 好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好 sine c打 是变成x3的 好 这边2消掉一个 这边2消掉一个 这边2倍 这边 除以2 4 对不对 所以也同样是 2分之9了 所以这边是 减掉2分之9的 2 sine c打 是三分之x cos c打 是三分之 根号的 9 减掉s平方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 再把它整理一下 最后就可以得到 这点2分之9的 就是 3 s 好 不是 3的 s 在这个9消掉 所以这减掉 2分之1的 x 乘以 更号的 9 -s 平方 加个常数c就可以了 好 看有没有问题 对吧 对吧 你这边用到 那个 你的 sine的 c打 是等于 3分之x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觉怎么样 你的c打 就等于2分之x x 反三角 在这边用到 好 看有没有问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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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变数的平方 变数的平方加长数的平方 是变数的平方加长数的平方 你可以看出来 如果把这一个 把这一个LinA等于0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解释 它是虚数啦 所以你如果展成那个 那个一言二次的函数的话 你会发觉怎么样 它那个判别式一定是小一点 如果判别式小一点 那就表示说你可以写 变数的平方加长数的平方 这种case 你做配方的话 那这怎么令呢 你当然令这边是A倍 A就提出来了 就什么的平方加1 会等于什么的平方 那你发现的是tangent 因为tangent平方加1是second平方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开出来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令 Bx加C Bx加C A倍的tangent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出来 你的这个根号 这边就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这边就A平方 A平方就提出来是一个A tangent平方加1是second平方 该根号是second set 对不对 那ds等于多少呢 ds的话你两边为分 把这个两边为分 两边为分的话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V的ds V提出来对s为分是ds 那tangent平方是second平方 cddc就好了 所以再把V除下来就变成V分之A second平方cddc 那同样呢你的tangent平方 是等于a分之Bx加C tangent平方是0边之对边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把0边当A 对边当V加C 那斜边的话是两个平方合 所以就是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 你如果知道tangent平方 这个斜边就知道 那其他的sin cos 都知道了 来看有没有问题 好那第2的话呢 第2这个题目啦 你就就更好分母 还是一样分母 我们就1加s平方 所以你可以想想得到 应该是怎么样 令天均嘛 s令天均就好 对不对 那你的做法 如果分子有x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解了嘛 那我们发现他是s三方 s三方的话 你抓一个s 倒微量就变s平方了 那这边有一个s平方 s平方的话 你可以加1-1 就跟他配成一致性 你也可以解 所以事实上 这个不用令也可以解 有没有 不用令也可以解 但是你可以令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令好了 我们先令s等于这个tangent sheet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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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令s等于tangent sheet 对不对 那这时候根号里面的东西就变成 乘1加s平方 就变1加天均平方 那这个开根号出来是s second平方开根号 是second sheet 对不对 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比s的话 就尾1分 tangent sheet 可以吧 你可以得到那一个 这两个 这两个咯 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看清楚吧 好 是等于分母就变成是second sheet 对不对 那分子就变tangent的三次方 sheet 大 的s是second平方 sheet diceta 可以吧 好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 把shaken消掉一个 这边的shaken消掉一次 shaken消掉一个 消掉一个 消掉一个 所以就变成天鹦菌的三色方 sh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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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ta 来,这个要怎么解 想想看 TENG的三色方 sh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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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怎么解 想想看 来 看一看 看前面的 看怎么解 这个要怎么结论 pangent 三十分你要抓哪些项到微量 看看 找人来问好了 你看你看那个抓哪一项到微量里面来 你看那个我讲的那个三角眼数的case 哪一个 约翅 你哦 我在要找你讲话 来哪一个你要怎么做 抓哪一个到微量里面来 啊 抓哪一个 pangent in some one second 的结分 你现在看他抓哪一个 哪一个 知道 啊 不晓得 不晓得他出去听 叫到就有加分了 有回答不知道也可以 赛博智 赛博智 赛博智也没来 哦 抓哪一个到微量 pangent 抓几次 蛤 天群你要抓什么 什么都会点天群 那你的second的呢 蛤 second比方这边只要一次而已呢 也不够用啊 天群这边如果是鸡翅王的话你要抓什么 蛤 抓哪一个 tangent 一次 tangent一次 问题是tangent一次你要知道什么 你就要想那个 你就要想到tangent 微分 这些东西啊 你 tangent为分等于多少 second比方嘛 对不对 所以你有second比方你就可以知道tangent 对不对 那second为分呢 second为分等于多少 对不对 second为分 second为分等于多少 蛤 second tangent嘛 对不对 所以你有second tangent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 第second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抓一个second嘛 抓一个这个second tangent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变成tangent的平方嘛 那tangent ceta second ceta 第ceta嘛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个second tangent 这个可以变成这个底的second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变成 后面这个就变成底的second 好不好 底second 好 那前面这个tangent平方的话要转换成second啊 那平方的因为它是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是g次方的话抓一个就变成偶次 偶次 偶次的话你一定可以变成second 这个second嘛 你用平方公式嘛 对不对 tangent平方是等于多少 second平方-1嘛 所以这边就变成second平方 ceta-1 来看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样就可以积分出来了嘛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可以吧 这个分成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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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u的平方底u是多少 u的平方底u是多少 来来 右边的底子等于多少 越修齐 越修齐有没有来 没来哦 越修齐两次没来哦 再一次又晚了 前一名 这个顶多少来 右边的底子等于多少 三分之一的多少 shake and三方 好 那后面减一呢 减一这个 减一这个不是shake and 不是seed 这个你无法觉这个 这个就变成这个减掉这个积分尾分就消掉 所以是second 好不好 所以是减掉second哦 可以吧 好之后呢 你要把它变回来 你tang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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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分之x嘛 对不对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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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就变成三分之一的 这一个 1加s平方的 二分之一 再三次方 所以是二分之三 减掉根号的 1加s平方 好 这就是你的答案 来看有没有问题 说々就是纳定协的 估计 能 dign 对吧 你说 stepped 片重 pizza 室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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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变成根号的 这边就变成1加s 根号好了 这边就变成根号的 第一项的话就是1加s丶横 剪掉第二项就是 根号的1加s丶横 底的 你这边加一个1不会影响你的值 这边1加s丶横 可以吧 好那你把1加s 比方单一个u来看 这边根号u底u 所以这边双方数加1 对不对 所以这边二分之一的 这边是u的双方数加1 二分之一加1 是二分之三 所以二分之三就乘以三分之二 对不对 减掉 后面这个就是根号u分之一底u 那就是u的二分之一 加1的二分之一 除以二分之一就乘以二 所以是两倍 那前面一个二分之一 这边两倍的 这边是二分之一 加一个长数c 对不对 那之后把那个2消掉 就可以了 把这个2消掉 好最后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 这三分之一的 1加上s平方的二分之三 对不对 那减掉根号的1加s平方 好看有没有问题 现在可以了 好 来可以吧 下一个哦 你先观察题目啦 看到题目的时候 你先观察一下 看怎么做比较快 不然我还随便你用 那最最最最就是你你你就是把那原始的那种 反正看到这种case的方法 那基本方法要记起来 像这种三角代翻你要记起来 好不好最不行就回到这里来 你如果能看得出来的话就用那一个 看不出来你就是代翻就好 那考试的话不限制你用什么方法 好第三个case呢是这样子 就是bs加c的括号平方减a平方 就是变数的平方 可以看出来这边的x在这里 是s平方 变数的平方减掉常数的平方 刚才是变数的平方加常数的平方 现在是变数的平方减掉常数的平方 好这个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想一下嘛 你什么的平方减一 或者你什么的平方嘛 seq平方减一嘛 是天群平方 刚刚好嘛 身小战争刚刚好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认bs加c等于a倍的seq平方 你的根号里面的东西就变成 这个带过来a平方带过来是a 那seq平方减一是天群平方可以更好 所以是天群seater 对不对 那你的两边微分 两边把它微分 那微分的话 这个bs分是bdx seq平方是seq平方天群 对不对 所以你再把b除下来 所以最后就得到dx 等于b分之a的seq平方天群seater dx 来看有问题 这个部分 好那同理呢 你的seq平方是等于a分之bs加c 这个a的话你可以变成这个0边 那bs加c就是斜边 那对边的话就是斜边的平方减掉 0边的平方 所以就这一个 好不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seq平的话就是0边分之斜边 那所以对边的话就是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可以更好 所以sine cosine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们看例题3 例题3好分母这个部分 分母这个部分呢是s平方加2s-1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刚才做的方法 所有的方法都是配方 对吧 配成什么的平方加 什么的平方或者是减什么的平方 或者是什么的平方减什么的平方 那可以看出来这个系数是1嘛 一定是什么的平方加 或者是减什么的平方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把分母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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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s-1 对不对 把它配方会不会配方 会不会配方 会不会配方 不会的话回去问弟弟妹妹 看来 把这个 配方 这边是把这个这个除以二 所以是x加1 这边如果加就加减就减 加1 平方对不对 那就是s平方加2倍的s 加1都加1所以要减1 减1 后面有个减1 所以最后就变成s加1 平方减2 有没有问题 所以 所以更二里面的东西是s加1 加1 的过后平方减2 所以就定怎么样 有错就是要定s加1等于多少 这2的话是更二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是更二哦 更二 那就是什么的平方减掉 什么的平方减掉1 那挖掘就是 这个second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的根号的 这边的s平方加2s-1 这东西就等于根号的 这边就变成s加1 的平方减掉2 对不对 好把他带过来 就是根号的 根号的 根号2的second set 平方减2 所以这边是根号2的平方 这边是根号2的平方 这边是根号2的平方 这边就变成根号2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提出根号2出来 提根号2出来 变成second平方减1 天均平方开根号出来是天均set 这边是根号2的平方减1 这个是根号2的平方减1 这个是根号2的平方减1 所以我们的原因是 这是根号2的平方减1 这个是根号2的平方减1 这个是根号2的平方减2的平方减1 基本就变更耗2的tangin s s 对不对 这边这样子 可以吧 来 把那个 跟父母一样的可以消掉 更耗2更耗2消掉 天均s 天均s 消掉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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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于根号2分之x加1,对不对? 所以斜边的话就变成是这个 a加1,那对边的话是斜边的平方 这x加1的括号平方,减掉根号2的平方,对不对? 那事实上你把它展开之后就变成是根号的 x平方加2x-1,这是那个根号的位置 这是那个根号的位置 这边nand second的话就是根号二分之 second是根号二分之s加1 加上tangent tangent是根号二分之这个tangent 所以是根号的x平方加2x-1,对不对? 加个长数c,好,看有没有问题 那nand的话呢,你可以除 两个通分,所以分母是nand2 分母是nand2 那nand a分之b 是等于nand b 扣掉nand a 所以nand2,这个是长数 长数加长数也是长数 所以最后你可以把nand2拿掉 这边nand,那x平方 nand这个可能是有可能负的 所以你就加一个绝对值 加上,更好 加上s平方 加2x-1 加个长数c,来看有没有问题 对,可以通分之后 可以通分之后 把nand2拿掉 因为你的nand 你根号二分之 上面是一个fs 对不对? 你可以变成nand fs 扣掉nand更好二 对不对? 这个是长数啊 长数加长数也是长数 所以你跟那个c 加在一起就是一个c 好,还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好 对不对 好 好,我们看立体4哦 那立体4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分母是s平方加4的括号平方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根号啊 没有根号的话 问题是这个要怎么夹 你如果分子有x的话 你就可以脱掉了嘛 这个s平方就可以脱掉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啊 没有怎么办呢? 你就要做代换了 对不对 你就要做代换了 你的代换方式呢 可以用三角代换 你就认s等于两倍的tang tang细档 因为这样子的话 tang平方加1s 这边就变成 本来是两项嘛 像加码 变成一项就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 所以立体4的话 我们就做 那个tang细档 的代换 也是一样是三角代换 不一定要更好的 才能做三角代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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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立体4哦 他是从0的哦 对不对? 他是x平方加4的括号平方哦 好 这个怎么做呢? 你如果令 x等于两倍的tang细档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出来 你的s平方 加4 就变成是 这边就变成两倍的tang细档 的括号平方加4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 提出来 tang细档加1s second平方 可以吧? ds呢 tang细档是 second平方s dc 有问题 所以你这个代调了 这个也代调了 另外就是你的上下线 上下线不代调的话 你做完x之后 再代回来也可以 或者是你直接就代了 当你的那个 x等于0的话 你可以推出来 s等于0带过来 tang细档等于0的话 是c等于0 这个0 对不对? 当你的s等于2的话 2带过来 2带过来是1 tang细档等于1的话 tang细档等于1的话 tang细档等于多少? 就是45度嘛 十分之π 好 有问题 可以吧 所以我们就得到 我可以推出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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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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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这边是常数项是 常数的部分是16除以16分之后 所以是8分之1 提出来 先可能这边是分母是四次方分子是平方 所以是先可能平方 对不对 来 这个你的导数是cos 所以就变成cos平方 来 又回到cos平方了 你会常常碰到cos平方 cos平方 因为这边是 一般 就是 这个二次函数 好cos平方怎么代换呢 就是二分之多少 二分之一加上cos的2c 对不对 底c 来把它积分出来 就变成是 八分之一的 这边就变成二分之c 加上这边 给它两倍除以二 所以是四分之一的 好 cos 基本是三 二次打 从0到四分之π 对不对 来 四分之π带过来 四分之π带过来 这个是四分之π 所以是二分之π 所以是二分之π 三分之π是一 所以是加上四分之一 所以是加上四分之一 来 0带过来 C打0是0 那cos0是0 所以是减0 就不要减了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就这个答案 或者整理一下也可以 把八分之一 把八分之一抵出来 好开了 没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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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